哈喽各位酒鬼们 你们的失踪人口艾比回来了 跟你们报告一下 我究竟这两个月都在忙些什么 这个香气 这个复杂度 它是红葡萄酒 那我现在呢 四级品酒师的考试就全部结束 现在呢 就静静的等待结果 在公屏上给我打上 逢考必过四个字 今天我拍这期视频呢 刚好就是我的生日 我的生日约望就是 天天有酒喝 明年要嫁人 那你们可能会想 那酒博主生日要喝什么呢 我就知道你们会问上酒 当然 生日就要喝香槟啦 今天该喝哪瓶呢 喝左边这瓶的扣1 喝右边这瓶的扣2 节目的最后 我会跟你们一起来开其中一瓶一起 干一杯 看看你们哪个人能读懂IV的心思 知道我今天晚上要喝什么 扣起来 OK回归正题 最近呢 早C晚A这个话题真的是火 完美的体现我们打工人的心酸 早上呢 必须用咖啡提神醒脑 继续工作 晚上呢 又必须用酒精安抚一下悲伤的心灵 含泪入睡 大家有没有想过啊 早C晚A 其实是可以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了 当他们结合在一起 就没有那么心酸了 是一种享受 这期呢 IV就教大家调两款简单一上手 又好喝的咖啡调酒 第一款要教大家调的呢 就是咖啡马天尼 非常的经典 我们用到的材料有香草福特加 如果你没有的话呢 就用普通的福特加 一个Shot的浓缩咖啡 没有咖啡机也可以去外面买那种浓缩胶囊 放两个就够了 最后呢 我加这个真果粒口酒 加入30毫升香草福特加 15毫升真果粒口酒 一个Shot的咖啡 第二款我要教大家呢 是我本来觉得不会好喝 但是却打脸的非常好喝的一款鸡尾酒 就是咖啡金康粒 作为金康粒的爱好者 我是不屑在我的金康粒里面 加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但是这个是真好喝 首先呢 你要拿一些咖啡 放到一个模具里面 我把他搞破了 有没有 高级感就出来了 那往咖啡冰球里面 加入30毫升任何牌子的清酒 最后倒上汤沥水 OK我们来试一下我们的咖啡马天宁 提升心闹 而且那个真果粒口酒 你有的话 一定要加 真的是让这个层次跟口感好很多 如果呢 你是觉得咖啡特别苦涩的话 你可以在调酒的时候 往里面加入10毫升的简单糖浆 下一个我们来试下咖啡金康粒 这个咖啡呢 其实会慢慢的融化 然后不会一下子这样 觉得很苦很难接受 咖啡马天宁呢 是很适合那种咖啡爱好者 这个呢 是那种对咖啡一般般 但是呢很想尝试咖啡跟酒结合的酒鬼 好你们的博主要去准备我的生日派对了 今晚的迎宾酒呢 我不让你们猜对了没有 就是他 扣1了你们就猜对了啊 应该不会炸了吧 应该吧 那感谢大家呢 这一年对Ivy的支持跟喜爱 新的一年也要继续给我翻脸哦 也谢谢大家的生日祝福 干杯 开始 拜拜